上个视频我们用一组参数方程 描述一辆车落下悬崖时的位置 当时的方程是x作为t的函数 我来写出来 xt等于10 这是几个小时之前我做过的 等于10加上5t yt等于50减去5的t的平方 曲线应该是这样的 我来重新画一下 不会有影响 这是y轴 这是x轴 当t等于0时 可以把t等于0带入到这 会得到1050在这 这是0时刻 上个视频我还画了其他几个点 我想t等于1在那 t等于2大约在这 t等于30应该在这 这就是车撞向地面的轨迹 但这个参数方程实际上 不仅描述了这部分曲线 它描述了一条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曲线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来画一下 t等于-1 这得到什么呢 得到-5 得到是正5 那么把-1带入这个式子 变成正1 得到545 也就是在那 如果t等于2大约在这 等于-3 大约在这 所以参数方程描述整个曲线 描绘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换一种颜色 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当x增加时 当x增加的方向时 哦不对 应该是t增加时 从t等于-3 -2 -1 0 1 2 等等等等 所以上个例子中的曲线 只是参数方程 所描述的曲线的一个子级 我说这些原因是 有时用某些特定的t值 来约束参数方程是有用的 例题中 我们从t等于0来出发 一直到车撞到地面上 所以如果想确定边界 我们知道第一个边界是t等于0 上个例子中 因为我们讨论汽车使下悬崖时 时间是从0时刻开始的 所以t要大于等于0 接着必须要计算 当车撞向地面时t的值 或者说y等于0的时刻 因为当y等于0时 y是高度 也就代表着撞到了地面 求什么时刻 y等于0 也就有了 也就有了 0等于50减去5倍的t方 用这个公式 并令y等于0 那是车撞到地面时 两边同时 加上5t方 那么得到t方等于10 t等于根号下 3 哦 对不起 这应该是根号下10 我在心里算成是3 是因为我在想 根号10是3点几 那么这是t 根号10 大于等于3点几 我不知道具体的值 或许应该拿计算器来算一下 不过这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取正负根号 那么这里的t等于负的根号10 外面有个负号 如果时间可以倒退 也许车会撞到这边的地上 但要记住 在这个例子中 时间是不可以倒流的 我们实际上是在峰值处 接着会有一组数 不同的参数方程来表示车 一直在这个峰值上行驶 想象如果描述车的轨迹 我们就应该进行约束 在t大于等于0 小于根号10时 这是我们的参数方程 很有道理 那么下一件有趣的事 你们知道 我们把这些参数方程一般化 也就是说不进行约束 那么它会怎么样呢 如果脱离这个例子 那么参数方程t会一直延展 会是这个方向 对吧 它会以这个方向移动 但是我们能不能 把参数方程表示为普通的形式呢 也就是y表示为x的函数 或者x表示为y的函数 我们来试一下 最简单的方法是重新写一下 我们来擦掉黑板 有x等于10加上5t y等于50减去5倍的t方 如果我想把它们转化为 只有y和x方程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用x或者y表示t 然后代入到一个方程式里面 上面的方程比较简单 因为它是线性的 这个就有点复杂了 求出t是带根号的 这就很复杂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 表示t 如果想表示t两边同时减去10 x减去10等于5t 两边同除于5 就有t等于5分之x减2 我们把它代入第二个方程 用这个式子替换t 因为它就等于t 那么方程变为 y等于50减去5倍的 x除以5减去2 括号的平方 现在化简一下 它就等于 来换一种颜色 50减去5乘以x方 25减去5分之4x加上4 接着如果乘以这里是y 所以y等于50减去 yep 减去5分之x方 减去5分之x方 加上4x减去20 快得出结果了 50和负20相加 得到y 这有点暗 y等于负的五分之x方加上4x加上30 我们刚刚化减了这组参数方程 变成了这个方程 y是x的函数 你们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不一直用这个呢 这很简单 而且可以更直接的画出图 它仅包含y和x 没有第三个变量t 如果你们只想知道曲线的形状 这样是可以的 用这个方程如果画出曲线 确实会得到一个抛物线 一个向下的抛物线 看起来和那个差不多 但是从这两个方程转化为这一个 你们丢失了信息 如果说这个方程描述了一个物体的轨迹 某个物体不一定是辆汽车 我们已经超出了那道题的范围 描述了一个物体运动的轨迹 只有这个方程 你们不知道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是否沿某个方向运动 还是沿那个方向运动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如何根据时间运动 相似的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物体是沿某轨迹运动的 问你五秒钟以后物体在哪里 你们也不知道 因为这情景是告诉我们 x相对于y或者y相对于x在哪 没有告诉你们五秒钟之后的位置 所以我们丢失了信息 我们丢失了这个点是t等于0 这是t等于1 这是t等于2 这是t等于3 这是t等于根号10 这就是为什么参数方程有用 但是无论如何 我想告诉你们通过这个例题 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一条曲线 也告诉你们如何用y和x 表示参数方程 也是让你们明白参数方程是有用的 它包含了单个方程 所不包含的一些信息 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